我们一起来晨晦 远离那时间是与非 我们现在来晨晦 放下烦恼与怨恨晨晦 我们用心来晨晦 愿你躲在干我的泪 我们正常来晨晦 愿你躲在干我的泪 我们正常来晨晦 愿你躲在干我的泪 我今皆晨晦 不愿再违背 你所无怨无辞的将会 不管身心有多疲惫 求生今复无怨不悔 我今皆晨晦 念我不怕累 短短闹 你所有想 你是跟谁有缘的呀 跟我有缘的吗 这谁有缘的 站住吗 都有缘的 他自己的 不敢是吗 您是什么灵性 不敢 那您是什么灵性 没事说 腰吧 什么腰 什么腰 跟他有什么仇 被杀吗 前世的还是今生的 前世 怎么被杀的 被捕了 他是捕蛇的 碰上了 碰上了 就想吃了 然后那您被吃了以后 没有去轮回吗 没有啊 就直接跟着他了是吗 一直在找他吗 一直在找他 找了他多久了 这一次找他两年了 那前几次跟过他吗 我不太确定了 跟了他几世了 三世吧 那如果是这次不来法会 还打算再跟他几世 再让他死了再说 今生吗 对 你会怎么伤害他 他的肾 他的肾 肾病了是吧 对 他肾病不是已经好了吗 好肾带放 哦 那原来他那个肾病 跟你有关系吗 有点 有一部分关系是吧 嗯 那今天是走是因为他 你现在很难受是吗 还好 你现在打算就说 是自己愿意放下了呢 还是看他修行修得好呢 想走了 想走了是吧 谢谢 你是参加了很多场法会了是吧 跟着他 看到法会上其他的众生都走了是吗 那当时到法会上 之前为什么没有走 还想害他 放不下是吧 他杀我哭也哭啊 他杀我哭也哭啊 我舒服吗 我在他身上我舒服吗 我在他身上我舒服吗 你在他身上的什么位置 腰 在他的腰上是吧 那你看到他最近 比如说参加这么多法会 然后也在慢慢的修行 也在这个 接触这个佛法博学 也在这个积极向上 你跟他一块学习了吗 我跟他干嘛呀 他忏悔心也不行啊 我是自己想走了 他的忏悔心不够是吧 在场的有几个忏悔心够的 那你跟大家说说 就是说 大家应该怎么样的发真诚的忏悔心 去做这个忏悔 如果自己被杀了自己什么感觉啊 自己恨吗 你被杀了你能放下吗 老是惦记着让我们走 我们为什么来呀 继续说 那您现在是成腰成膜了吗 现在腰吧 现在多少几了 没几 后面有跟着您的吗 有 能说数量吗 没多少 那您今天是想自己走呢 还是 一块就一块吧 那一块的话就再好好表一下吧 跟大家再好好说一下 就是说让大家就是在场的师兄们 都应该怎么样的发真诚心的去忏悔 怎么样去好好地修行 给大家一个建议 可以多多看一些因果故事吗 了解一下 有些人就是刚入门嘛 也不了解其实 不是 只是说别人劝他对他好他就来了 其实他都不明白 这个也算一种迷信 其实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 就只知道贪这个好 就是不要贪功德是吧 不要以求贪功德贪福报的心 来做这些事情是不是 要深信因果 明因果 是吧 对 你不明白你 参加你得利小啊 嗯 那他平常在那个共修的时候 你有没有跟着一起共修啊 也共修 那你看到他平常在共修的时候 他的身上能量光有什么不一样吗 有能量光注入吗 他自己不行 他修行不行 他没有什么光 他本身 但是共修的话 会有能量光加持 嗯 所以那个能量光是不一样的是吧 对啊 嗯 普通人看不到吗 嗯 但是在我们 我们都不能看到 嗯 那比如说他平常共修的功德 或者放生功德 回向给您的时候 对您的身体 有什么样的 嗯 嗯 对您有什么样的感受 短暂的 短暂的那个恢复吧 短暂的恢复 短暂的恢复 也就是说他这个功德是要持续 他其实他 没有真正的忏悔心 你回向只是一个敷衍的一个形式 嗯 你就是这个忏悔心出来以后 你回向这个效果才大 嗯 也就是说还是说 没有提起真正的这种真诚心去忏悔 对 只是流于形式 对啊 这种表象的 嗯 嗯 所以就是各位师兄也听到了吧 就是我们大家在忏悔的时候 一样真的是发起我们的真诚心 像就是我们过去伤害的这些冤心债主 真的是要深深的进行我们八字真心的忏悔 才能求得他们的原谅 否则的话 我们这种流于形式的忏悔 只会让他们更加瞧不起 是这个意思吧 对 对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